十二点半这儿 在屋里正看电视呢 看电视听我往下就想的 窗户 玻璃 酥了 外头还掉下一个大大蚊子 当时我都心地震的 后来就把外逃吗 嗯 下就一直哭 那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呢 就是我们刚刚拿到的事故现场的画面 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天下午一点左右 爆炸事故发生之后 当地迅速启动了紧急预案 全力进行救援 当地的公安部门初步查明 事故的原因 细由个人把私存烟花爆毒爆炸所致 目前已经造成了两人遇难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控制 案件正在全力侦破之中